球迷们本是希望国足在换山后 能够延续此前的好状态 争取获得更多的胜利 没想到李肖鹏接手国足后 球队确实遭遇了两连败 而此前被铭记火热吹捧的徐欣 在最近两轮12强赛的表现可谓是灾难级的 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比赛过后 关于徐欣将加盟海港一事的消息 却不再被人提及 因此有球迷猜测 徐欣已遭海港队退货 甚至还有球迷声称本来就是无中生有 其实这说起来很简单 绝不是无中生有 反而是徐欣自作念不可活 因为如果转回是传闻 开山队早就官宣续约徐欣了 只是如果徐欣真的已经签约海港 那么海港队为什么不官宣呢 是巨资买下这么一位球员 人家不要面子了吗 关于徐欣转回之事 小编已经在此前的文章提及过 根据大V牛刚的透露 此事件将有反转 徐欣大概率会留队 这是舆论的作用 因此不管现在徐欣的归属是哪里 两支球队都未宣布徐欣的动向 指引现在的徐欣身在国家队 其主要角色是国角 不过想必徐欣未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国足阵中没有费莱尼与孙准浩这样的中场球员 徐欣的能力不足完全被暴露出来 一些泰山队球迷怒斥徐欣太丢人 而海港队球迷似乎也不太欢迎徐欣 高兴低能的时代已经过去 徐欣应该以此为界